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高游寻找美食的一天 是从一碗地道的阳春面开始的 你看印象中的阳春面是不是清汤版的 但是在高游这是酱油色的 真是一口面条带起半口汤汁 位于高游湖畔的江苏省高游市 京杭大运河贯穿南北 大小河渠纵横交错 是一座历史文化之城 五街小巷里充满着惬意 也蕴藏着各种美食 蒲包肉刚出锅时 为何一定要忍受着烫手的高温 立刻对其捆扎 滑掉了是吧 它会乱跑 制作三元烧杂烩 指的是哪三元 怎样调味和烹制 才能让其各具风味 没想到里面用料不同 它这个烹调方式也不一样 制作人气颇高的 美味酱骨小龙虾 让铜骨肉软烂而不柴的 秘籍是什么 真的是轻松滑落 现在你看插下去起来的 只有筷子 烹饪有妙招 美食有滋味 本期节目跟随味道调查员 一同探寻 藏在高游街头巷尾里的 地道风味 江苏高游人 把鲁制的熟食称为熏烧 人气颇高的蒲包肉 是高游熏烧中 极富特色的一道传统小吃 也是当地人劳作一天后 慰藉身心的下酒好菜 出生于高游的作家 汪峰奇曾在他的小说《义饼》中提到过这种家乡美食 并对其滋味大家赞美 这道让高游人如此喜爱的蒲包肉 究竟是什么滋味 又有着怎样的制作秘籍呢 老板 我来买蒲包肉了 这个就是刚刚做出来的蒲包肉 其实是一个小葫芦状的 对吧 是的 寓意那个葫芦 我们需要帮你改一下刀 尝一下味道怎么样 怎么样 这个肉感很足很足 淡淡的清香味的 好像我吃着还有一股豆香味 这就是一个小秘密 能跟你一块儿学着做一做这蒲包肉吗 是家里的妈妈在做的 那我还得另外再拜一位老师是吧 是的 吴晓是管春香的儿媳妇 一直帮着婆婆经营着这家小店 制作蒲包肉的手艺到管春香这里 已经传承了三代人 为了保持住自家蒲包肉的传统风味和好品质 上了年纪的香仪在制作上 仍旧坚持亲力亲为 对比下来的话 她吃的苦是更多更多的 更心疼一点 靠着炉子特别热的 她都不让我去做 心疼我 吴晓一心想分担婆婆的辛劳 这会儿她让味道调查员 跟她一同去采买蒲包 这就是我们吃蒲包肉的蒲包 样态跟我吃的时候不太一样了 这后面我们还要经过一个处理的 还得加工一下 是吧 当地的这个蒲包就是用蒲草编的吗 是的 高油水香 变生香蒲 其叶子作为蒲草 用来编织成蒲包 就是为蒲包肉增香的神器 可为啥这些买回来的干巴巴的蒲包 闻起来一点都不香呢 小吴姐要对蒲包事先进行怎样的处理 才能让其为蒲包肉增香呢 先用水泡 哦 得浸泡是吧 对 泡七天才可以来包这个肉 首先它味道就会更加的清雅一点 小吴姐说 蒲包经过七天水泡 蒲草中的清香味被激发出来 用它装入肉馅制作出来的蒲包肉 才能自带独特的蒲草清香 虽然有了可以为蒲包肉增香的蒲包 但要想蒲包肉滋味地道 更关键的还在于给肉馅调味 那么香仪拌制肉馅会有什么独家秘诀呢 必须要煮得起家 因为是很小丁子 首先呢 放那个生姜和葱 我们提前呢就把它打成了这种比较细腻的 为什么不给它切成末加进去呢 细腻之后呢 只能吃到味道 但是养不到那个东西 香仪制作肉馅从不马虎 用大块的肉丁做馅 而葱 姜则需打细后再加入 为的是既能让肉馅入味 又能在吃的时候吃不到葱姜的颗粒 让蒲包肉最终有着润滑的好口感 接着 盐 糖 白酒 五香粉依次放入 每放入一种调味料后 都要仔细抓拌均匀 阿姨最辛苦的样子是什么样的 就是早上天还没亮呢 妈妈就起来干活了 一般几点啊 三点左右吧 凌晨三点就起床干活啊 得忙到什么时候呢 有时候不得做 一天就睡几个小时的时间 没有想过就说 哎呀 算了 不做了 好累啊 有些老顾客嘛 他过来就说 嗯 就喜欢吃你们家的 这可能也就是妈妈他们坚持到现在的嘛 就是儿时的回忆 一种记忆是不是 一种味道 就太多高游人儿时的回忆 跟妈妈的辛劳是相挂钩的 肉馅腌制约三个小时 完全入味后 再加入可以增加粘度的豌豆粉 抓拌到可以轻松成团的状态 就可以准备装入之前泡好的蒲包中了 在装馅的环节 香仪还会有什么讲究和技巧呢 现在它是可以伸缩的 而且闻起来真的会有那种清香味了 豆腐皮才小的 放会儿 还是个小助手 自己搬好了自己的小板凳 那你包的你就自己吃好不好 好的 要放多少肉呢 包两左右吧 有一群就可以了 是这样吧 再把豆皮一包 经过加热之后它就会化掉了 所以你是看不到它的 香仪 你看一般大家会觉得婆媳关系嘛 总会有些小矛盾 但我感觉你们之前好像没有这个困扰吧 对 我你吧 把它当小还是香吗 肚皮在其中 既可以吸收肉馅的油脂 减少油腻感 也可以为蒲包肉增加一股豆香 奶奶 要是为什么你包这个都会那么快 为什么呢 那会是老死的 可是我之前在店里吃的时候 它不是一个葫芦状的吗 这应该还得再绑一根绳吧 那个是我们煮好了之后才开始绑的 水煮约25分钟 待蒲包里的肉馅完全熟透 最考验制作者手艺的时候就到了 一定要趁着蒲包肉刚出锅 最烫手的时候 立刻将其捆扎成葫芦形状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哦 香味很浓哎 现在这温度也是最烫的 不烫 什么习惯吗 还是得戴上这线手套 你也戴一双嘛 我不要 戴着手腿 烫还是觉得烫 我刚才还没有观察到阿姨的手 关节都变形了 她这个手的话 常年都泡在水里的 我有时候也会帮忙 她觉得我们太慢了 这妈妈眼睛 孩子最烫也是小孩子 我30了 30 现在扎的这一下能起到一个什么作用 收紧 还真是 你看 里边的这个针啊 被我们这么一收 就全部被挤压出来了 哎呀 垮掉了是吧 垮掉了 垮掉了 它会乱跑 但是你看啊 我刚刚用力的这么一记 它这个葫芦形就出来了 现在其实也是最好塑形的时刻 像这个放凉就可以吃了 刚出锅的蒲包肉非常烫手 但却是为其塑形的最佳时机 只有趁热快速将其捆扎成葫芦形 挤压出肉馅中多余的汁水 才能让之后冷却的蒲包肉 获得紧实筋道的好口感 嚼起来肉感十足 肉香伴随着豆香和葡草香在唇齿之间营绕 蒲包肉不仅是高游人从小吃到大 终生难忘的那一口故乡美食 更是相宜一家几代人一直坚守和传承的老味道 现在我们来吃一家高游的传统菜馆 听说他们家的很多味道 在高游别的地儿都吃不着了 小伙子 你看尝一下我这个带毛风鸡 只有外婆可以做这个菜 老味道 全老留意了 带毛风鸡再来一盘快点 人多了 这个就是你们说的带毛风鸡是吧 对 它是风干的 但是里面是有那种辣味的感觉 对 它能拉丝封块 偏柔软的那种 对 它越嚼越香 妈妈是留意了 哎呀 这来得值了 这家小店的老板正在让顾客 试吃店里烹制的美食 听说店里有一道用带毛风鸡作为配料 烹出的三元烧杂烩 是高游的传统菜肴 其地道的好滋味 总是能吸引众多食客慕名而来 味道调查员很好奇 究竟什么是带毛的风鸡 这道被高游食客 如此夸赞的传统菜肴 制作起来有什么讲究呢 王寿松和他的妻子陈玉琴 夫妻二人合力经营小店 已经二十多年 主打的就是高游传统老味道 青菜不多了 让弯的苗代替吧 不行不行 这个决定不行 弯的苗它下去就改变它的味道了 我们做出浓菜也必须要保持出浓风味的 在烹制家乡传统菜肴这件事情上 王寿松对食材的选择从不含糊 正因如此 他烹制的三元烧杂烩 得到顾客们的好评 人在这个地方吃了这些 还是我们看来很欣慰的 小时候吃的味道 嚼起来以后一个是松软 这个口感特别好 找到这种感觉了 还有味蕾打开 这个汁 配上这个汤 更加稀米 作家汪曾琪还曾在其作品中 回忆家乡膏油带毛风鸡的独特制作方法 大公鸡不去毛 柔入粗盐 这让味道调查员十分好奇 为什么烟鸡不去掉鸡毛呢 还真的是带毛的 而且像是把完整的一只鸡 扎成了一个粽子 吊在了这个门垣上 对 这风鸡一定得挂这么高吗 对 这阴亮的技法 不能见阳光 不能见阳光 这些风鸡看起来 其实跟仙鸡差别不大 里面就不一样了 这层白色的是什么 这叫鸡双 鸡层的霜 难道是在这个鸡毛上面抹盐吗 不是不是 不是的 这有情况 这种带毛风鸡 是高游人很喜欢吃的风味美食 常常将之简称为风鸡 既可以将其清蒸 单独成菜 也可以用作配料 与其他食材一同烹制成菜 为了保证风鸡 鸡在腌制过程中不变质 通常选择在寒冷干燥的冬季里制作 必须带着鸡毛腌制 在鸡翅膀下方开口 将鸡内脏全部取出后 用花椒盐均匀涂抹鸡腹腔内壁 用鸡头堵住开口处 将鸡爪与开口处一并压在鸡翅膀下面 用绳子捆扎紧实 挂在避光避雨的地方 风干二十多天让其腌制入味 当鸡肉表层渗出盐霜 也就是到了可以食用的时间 它这个风鸡跟咸鸡是不一样的 它的里面水分没有流失 它里面有嫩度的 外表的鸡毛可以让鸡肉 在风干的过程中 仍保留有一定水分 最终制作出来的风鸡肉 也就比咸鸡肉在口感上 多了几分松软和柔滑 拔掉风鸡的鸡毛 将其处理干净 王大哥准备用风鸡和猪肉 鱼 虾等诸多食材搭配 来烹制三元烧杂烩 准备的食材也是相当的丰富 是不是这道菜也是比较难做的 对 这是老菜 但它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做了 为什么呢 但是我们一直在存在它 费食 费功夫 比较难做 我们要把风鸡先做出来 还要把这个三元做出来 三元是哪三元 鱼丸 虾丸 虾丸 虾丸和肉丸 现在我们织一步 先把风鸡做出来 先焯一下水 就冷水下锅 对 风鸡烹制得好不好 就决定着这道菜 是否拥有极品的好滋味 那么王大哥会怎么烹制风鸡呢 焯完水 我们用这个风鸡炖这个汤 用这个汤烧这个菜 需要加一些什么料呢 就是蒋蘸的山姜葱 连盐都没有 它汤里本来有咸味呢 底汤汁完全是来自于 风鸡本身 对 我看您在店里边 一直都是亲力亲为的 别人做菜呢 我一点不放心 我自己做菜 从取料开始 到送给顾客 都是我一人在操作 主要还是严谨 对吧 做菜我也很用心的 整只风鸡需要炖制 约45分钟 要用风鸡汤 作为三元烧杂烩的底汤 炖风鸡汤的同时 王大哥准备开始制作三元 为什么会加这个三元呢 过去是很难吃到这种菜 很难吃到 一般是过年 小孩结婚 造为一个头菜用的 三元 讲究一个肚子肚腹 好运意 对 那一定要这三种原料 对 我们把这个三种原料 马上把它煮成泥 王大哥制作猪肉丸 鱼肉丸 虾肉丸 会根据三种食材的特性 分别添加不同的调味料 和采用不同的烹调方式 让其各具风味 那么王大哥烹制三元的秘诀 到底是什么呢 肉泥它可以温水下锅 猪后腿肉制作的肉泥 用姜末 葱花 盐调味 加入水淀粉 让猪肉泥更加润滑 温水下锅 有助于猪肉丸 更容易受热均匀 用白鱼制成鱼肉泥 为保持原本的鲜味 只在鱼肉泥中 添加水和食盐 鱼丸焦嫩 需要凉水下锅 才能更好定型 不松散 像这个虾丸 它是用油穿的 用小和虾制成虾肉泥 加入鸡蛋 食盐 淀粉增加其粘性 油炸快速定型成金黄色的丸子 外酥内鲜 从颜色和口感上 丰富杂烩菜肴 没想到里面用料不同 它这个烹调方式也不一样 做好了三元 王大哥又将干猪皮 油发成高油人喜爱吃的皮肚 浸泡柔软 改刀成条形作为配料 此时作为底汤的风鸡汤 已经炖得汤青油黄 就到了最后的杂烩时刻 这杂烩的过程又会有什么讲究呢 鸡肉呢是得斩块吗 柴不斩块 哦 炖熟的整只风鸡捞出 去骨 撕成肉丝备用 风鸡汤作为底汤 发好的淡菜优先下锅增加鲜味 紧接着放入皮肚条 虾丸 猪肉丸 和提前煮好的猪肉块 再搭配上几颗青菜丰富颜色 煮至汤汁变得浓白后 最后加入娇嫩的鱼丸 与解腻的榨菜片 等待约三分钟后 一锅用浓香风鸡汤 煮好的烩菜出锅 最上层再用风鸡丝点缀 这道高油传统菜肴 三元烧杂烩就做好了 吸收了汤汁之后 它软化下来了嘛 但是里面的那个辣香味 是一点都没有消散的 这皮肚儿就得跟这种浓汤配 浓郁鲜香 滋味浓郁的风鸡汤 给所有食材增添了独特的风味底蕴 吸满汤汁的皮肚 入口爆汁脆爽筋道 三元的滋味和口感各具特色 风鸡肉丝软嫩鲜香 王大哥费时费力烹饪的三元烧杂烩 烹出了高油人心中 念念不忘的儿时老味道 夜幕低垂到了高油人的宵夜时间 有这样一道霸气十足的小龙虾菜窑 在众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宵夜美食当中 成功脱颖而出 受到时刻青睐 那究竟是怎样的一道特色风味呢 高油花甜点 肉质比较饱满 吃到嘴里面比较有嫩性 非常好吃 一盆我一会就能消灭掉了 先作一口 会有一点点那种卤汤的味道 是甜香甜香的 相当嫩 所有的肉汁都锁在里面了 这吸溜一下就跟吸果冻似的 卤香浓郁 没想到吃小龙虾也吃出了 大口吃肉的这种爽感 小胡 王哥你终于来了 您这个味道还真是 我见过的独一份 酱骨配小龙虾 这里面有很多烹饪技巧的 那我想跟您学一下可以吧 可以啊 王荣海大哥是这家店的老板 店里制作的咸蛋黄小龙虾 和榴莲小龙虾 都是人气美食 而这道酱骨小龙虾 更是招牌菜肴 也是大多数光顾者的首选必点菜 那么王大哥店里的小龙虾菜肴 好吃美味的秘密究竟是什么呢 赵哥多香 大五 这个天哪你去死琴 刚刚你 那东西快来 好的 好的 你看肉面里面贵的吧 你看肉面里面贵的吧 肉面里面贵的 来洗的 手都满好的 快来啊 为了获得优质的食材 那么在他眼里 什么样的小龙虾才是合格的 能被选中呢 这个是七八九规格的 什么叫七八九规格呀 就一只大概十钱左右吧 哦哦 就重量 就重量 八钱 重量 在王大哥的标准里 要挑选重量约35克以上的小龙虾 其肉质是非常鲜嫩的 先看它一下这个壳 暖口不好吃 这个很硬 对 然后看一下这个尾巴 就看这个颜色嘛 白的干净嘛 干净 第三就看这个烙 一般不好的虾子嘛 它一干它就陷下去了 有弹性嘛 有弹性 像这种虾嘛就不要 它小的时候这个盐子掉掉了 不好看嘛 哦好看也这么重要啊 像这个就比较脏 虽然它很有弹性你看 但没用特别脏 也不过关的啊 淘汰 你看纵使这个菜市场是纷纷扰扰 但是啊 王大哥是淡定自若的在慢慢精挑细选 因为对他来说质量是最重要的 每次王大哥来这儿买虾得花多长时间呀 一只手机到两只手机 所以说我比较废水嘛 小龙虾都是经过精挑细选得来 而制作酱骨小龙虾要用到的猪铜骨 也必须是贴骨肉和骨髓较多的猪后腿铜骨 也就是猪后腿的骨骨部位 那么王大哥用小龙虾混搭猪铜骨的美味秘籍 究竟是什么呢 王哥怎么就想到把这两样放一块了 我就想自创一些 把酱骨的鲜味能融入到小龙虾里面 现在把它剁开 看里边这个骨髓是比较满的 里面有骨髓啊 由于猪铜骨和小龙虾的烹熟时间各不相同 因此需要分别将两种食材烹饪后 在最终合到一起 需要先加入葱 将白酒为猪铜骨焯水 去除腥味 再进行卤制 那么怎样才能将猪铜骨炖得既软烂又入味呢 准备炒酱 先倒点油 姜片 大蒜 下锅 接着将干辣椒段 八角 桂皮 香叶 豆蔻 白纸入锅炒香 再放入少量冰糖和大量的水 三勺老抽 黄豆酱 也是三勺 使得味道再浓郁一点 所以我们当地的口味 这个时候又放白砂糖是起什么 脂心 两种糖在一块 冰糖是弄个糖色 再来一些盐 提味 最后再来一点点白酒 也是去腥味的 然后大概烧个四十分钟 卤制猪铜骨需要约四十分钟 但这只是完成了第一步的入味 想要铜骨肉软烂不柴 还需要接着完成第二步 我们看它卤得怎么样的时候 先拿个小筷子 对着这个肉边缘扎一下 是可以扎透 但是它能够快的起来 你看 所以它还需要再慢一下 就现在一扎下去 拎起来的时候 肉就掉下来了 对对对 把它关火 焖二十分钟 它就能烂火烂火了 卤好的猪铜骨 还要继续关火焖二十分钟左右 这就是王大哥琢磨出来的 能让铜骨肉软烂不柴的制作秘籍 关火焖铜骨肉的同时 王大哥开始烹制小龙虾 可奇怪的是 它并不是先去除虾线 而是直接开始烹制 这又是为何呢 去虾线的话 它会有个小孔 比如说卤汁啊 或者什么东西 进去的话 它会缩小 影响口感 肉有散 哦 那就是吃的时候 我们自己在手动的去除 对 大小龙虾 现在油温差不多六成热了 对对对 还行 它现在是锅内反应比较大 它很快就变色了 像过油的话 它会起到一个什么 比较显著的作用吗 更加红亮一点 更加露异一点 容易定型 王大哥认为 一般四五月份的小龙虾 虾肉含水量较高 肉质比较鲜嫩饱满 如果烹制前取出虾线 小龙虾身体就会有破口 导致在油炸过程中 虾肉里的汁水流失严重 使肉质变硬 因此 为了保住高油人 其爱的小龙虾 鲜嫩多汁的好口感 它特意不取虾线 就直接将小龙虾下锅烹制 只是到最后吃的时候 再取出虾线 威武的两个大钳子 色泽很亮 接下来就到了小龙虾 与酱香猪同骨相遇的时候了 现在首先先把它炒一下 先给它有一个味是吧 对对 带油温六成热 加入姜末蒜末爆香 将炸过的小龙虾入锅煸炒 需不需要调一调味道 现在不要 刚刚我们浓好的那个酱汁呢 把那个卤汤倒进去 看一下状态 跟之前有没有差别 好 真的是轻松滑落 你看 暖和了 现在你看插下去起来的 只有筷子 卤汁已经入味了 精华在这个骨头里面 卤好的猪铜骨 连汤一同倒入锅中 与边香的小龙虾一起炖上一会儿 大火烧开 然后关火焖个大概十分钟 再让味再收一下 虾肉的鲜美味道 与铜骨肉的酱香味道充分交融 大口吃着鲜嫩多汁的小龙虾肉 和软烂入味的骨鞭肉 在瞬息着风影软滑的酱猪铜骨的骨髓 真是让味蕾获得了大大的满足 真材实料巧思烹饪 王大哥将家乡物产做出了别样风味 让酱骨小龙虾成为高油人舌尖上奠念的美味 无小和管春香婆媳和睦 一家人继续精心经营着小店 让高油蒲包肉越煮越香 王寿松精益求精烹制高油传统菜肴 他想让更多人尝到地道的家乡老味道 王荣海照旧认真选购食材 只为烹出滋味鲜美的宵夜美食 对得起前来光顾的每一位顾客 坚守并传承儿时记忆中的老味道 打造出让味蕾欢愉的创新口味 是高油厨师始终不变的追求 家乡的美食总能让高油人魂牵梦莹 激起无限相愁